我想问一个事 就传说 好几个电视剧的歌都是您唱的 巴女那个歌 人生骨肉情一场 我好像记得 这么些年都忘了吧这歌 还记得 但是这个歌 没有录音带也没有伴奏带 我就只能清唱一点 好 我跟你说 您真是特别配合的嘉宾 当我问 是不是有这个歌的时候 其实是在开始刨坑 然后一点一点的带进来 有很多嘉宾是命死不屈的 那就需要我们做工作 威逼利诱 然后最后现场的观众们再起哄 今天都没用起哄 您就自己唱 因为来这边还有一个前提的 就是因为我女儿特别喜欢你 因为她把你的那个相声 都买一集一集买了很多 没事在家听 所以我就跟着她也熏陶也听 特别你刚刚说到 你这个叫于谦 有一个段子 损她的很有意思 我们 不是死于老师 只是说一点真事 所以我呢 就跟着我女儿也无心当成 看了一些你的这个段子 我觉得我从心里面也很敬佩你 所以今天来上这个栏目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了 他们说郭德纲给你品 你一定要好好的品 我说我就配着他 他怎么品我就怎么品 那咱们唱歌吧 好 我给大家 不用都唱 您唱几句 对我唱几句 大家可能能回忆起来 一条小船 一条小船飘四方 风吹雨打 这段梁 讲 而不知何处去 留下小船苦飘荡 哀苦不飘荡 唱得这么好 演得这么好 可当初突然间放弃国内的辉煌 为什么 太幼稚了 你真客气 真的 当时如果现在我就不会这样子了 那时候我记得拍庭院生生 洛杉丰 那时候特别想获奖 那时候二十多岁 第十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第十四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完了我就想十五届 连上有一个寡妇诗团电影 我觉得我这戏演的 真的是很玩命的 塑造了一个土家族寡妇 我觉得这个戏枪毙了 特别遗憾 就是我很想那时候国内能三连贯 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能连上 我就觉得作为女演员 能三连贯我就是最棒的了 就是这种感觉 对 唯一赚不到钱给自己的最大的一种欣慰 就是这种满足我 所以枪毙了 完了国外也不能去了 我当时就说我不拍戏了 我不想拍了 我说再拍也没意思了 我还是走吧 去到美国读书去吧 就这样子 就一下子就离开了 原来如此 为了一个寡妇去的美国 可以理解 特殊的情况下出了一件特殊的事情 对很幼稚